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画总是脏脏的吗 多半都是因为在画暗部的时候选色出了问题 一般咱们在选暗部颜色的时候 差不多有以下三种方式 我们先假定一个黄色的固有色 然后来分别用三种方式上色看看效果 第一个垂直向下 这个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很好理解嘛 因为直接向下选 它的颜色就降下去了 其实你能感觉到这个颜色已经有点脏了 所以垂直向下并不可去 另外一部分人喜欢往左下去选颜色 因为他认为左边更接近于黑 这种方式更不可去 因为越往左选 颜色越不纯 灰度越大 所以它更脏 第三种方式是推荐的 要往右下方去选择 因为随着我们往下移动 色彩里面逐渐加入了黑色 必然这个色彩会变得越来越脏的 为了避免这种脏 我们要同时往右移动 也就是说 我们把暗下去的颜色增加了它的纯度 这样暗的颜色看上去也会很干净了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对比效果 在这一步的基础上 咱们还可以锦上添花 把你画暗部的图层 给它改成正片叠底 然后还是往右下去选 看四种选色方式 呈现的效果截然不同 下个视频 我还会告诉你一个更好用的方式 又可以上次到值得误分之后 现在需要做你的方式